一打不死的创业者23岁那年 刘备离开家乡 立志要像先祖刘邦一样 闯出一番事业 不过对比其他事例 刘备50岁以前的经历 基本上用两个关键词就说完了 一个叫吕拜 一个叫投奔 30岁 依附公孙赞的刘备 被袁绍打败 投奔徐州木桃千 35岁 被吕不偷袭 全家老小被俘 反过来依附吕不 37岁 再次被吕不打败 投奔曹操 39岁 被曹操打败 关羽贝勤 投奔袁绍 40岁 关渡之战 袁绍战败 投奔刘表 47岁 曹操占领荆州 刘备在当阳大败 差点连儿子都丢了 直到50岁时来运转之前 刘备的地盘 不过是江东七郡中的五郡 其中的南郡还是进来的 三国的英雄李 被打败后再重新振作的 很多 但20年如一日的一次次惨败 每次都是只剩下几十条人马 常常连老婆孩子都丢了的 英雄 就刘备这一个 不过 如果挑出这段历史 把刘备想象成一个创业者 这个失败率一点都不奇怪 Founders and Founders 发布的调查显示 创业者第一次创业成功率只有12 第二次是20 第三次是30 刘备之所以迎灭安次创业者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先天不足 逐久论英雄 被提及的曹操 袁绍 袁树 孙策 刘表 刘章 张秀 张鲁 寒碎 都是有背景的创业者 要么一起家就自带地盘 要么有大把的社会关系 而刘备呢 平头百姓一个 编草席为生 他的皇室血脉 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社会资源 是真正的白手起家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潮中无人 再拼命也没用 刘备23岁拉起了一帮人马 但直到30岁的7年间 都毫无存在感 先天不足也就罢了 此后20年间遭遇的一连串败仗 难免让人觉得刘备的能力也有问题 有人说 失败不能说明什么 刘邦不也常常打败仗吗 差别大了 刘邦的历次失败 都能保住人马和地盘 在战略是成功的 反观刘备这20年 基本没有什么战略 被A打 就投奔B 被B打 再投奔C 吕布 曹操 袁绍 袁树 各个都当过他的盟友 也当过他的敌人 直到与诸葛亮的龙中队之后 才定下了联武抗操 横跨军翼这样一个几十年不变的长期战略 这就引发了三个问题 第一 为什么刘备打了败仗之后 很快就能恢复过来 第二 为什么刘备这样明显的 萧雄 每次都会有人收留他 第三 为什么刘备这样的常败主攻 观张照三人始终追随他 还不断有人投奔他 事实上这正是古今创业者们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 二 刘备的 护身符按照刘备后来的战绩 他应该在前几季就 领变当才对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机会 却是在一次失败的出兵中 成功地救了一个人 这个人 今天家喻护晓 当时也是仁义与道德的化身 孔荣让离的那个孔荣 孔荣被黄金军围困 派人求援 神使神差地找到了镇守平原县的刘备 虽然背后就是袁绍的威胁 他还是派出了大部分兵马去救孔荣 从军事上来说 行动完全失败 刘备救了人 却丢了自己的根据地 但从政治上来说 此举却让名不见经传的刘备 成为乱世的清流 军阀中的人一只师 徐州木桃送给他一只人马 和一块叫小配的地盘 邀请他共聚曹操 后来 索性把整个徐州送给了他 虽然在这个有枪就当草头王的时代 仁义 两字无异于找死的代名词 但对于刘备而言 至少带来了两个好处 第一 成为刘备最好的护身符 刘备第二次被吕布打败之后 转头就投奔曹操去了 曹操手下有人主张及早除之 理由是刘备有雄才而得重心 终究不会干据人下 不过曹操不傻 以刘备的名气 与其杀了他还不如把他养起来 人是没法而用的 但至少不能成为自己的对手吧 所以刘备这样明显的 萧雄每次都会有人收留他 正是因为既不能杀 也不能放 只能养着 同样是惨败 吕布送了命 袁术 袁绍都送了命 只有刘备保住革命的本钱 乱举之中 多一条命至少相当于五次机会 第二 让刘备成为一个值得追随的人 无论三国的 还是今天 一个人都是干不成大事的 必须是一帮厉害的人聚在一起 发挥各自的作用 聚合起来成就大业 所以每一个想建立一番工业的人 都面临着两个选择 一个是自己创业 一个是追随别人 前者的目标是吸引后者 后者的目标是跟对人 这就让创业成了一个生态链 在这个生态链上 核心是创业者 围绕创业者的 有合伙人 有投资人 有喜欢创业公司氛围的员工 有很多牛人创业失败 因为创业生态链上的追随者 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而很多能力一般的创业者 善于拉拢一帮人一起干活 反而能成功 总有人说 善于用人是创业者最重要的品质 但问题是在创业早期 你如何让别人相信你呢 创业者好像生态链中的一个棋手 要么让别人看到自己身边已经有了一群厉害的人 要么让别人相信自己日后会找到更多厉害的人 刘备就是后者 而仁义就是这个金字招牌 不过金字招牌只能吸引人才 想要留得住人 还要有人格魅力 三刘备的人格魅力除了这个仁义的名声之外 刘备还应该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 最好的例子就是赵云的加盟 赵云原本是公孙赞的人 后来刘备以缺少骑兵将领为由 向公孙赞借用赵云 这一届 就让做赵云成了刘备的终身粉丝 赵云后来因为兄长弃使而返乡 再次出山已17年后 正是刘备依附袁绍的最落伯的时候 赵云仍然选择了看上去最没有希望的刘备 赵云后来的战功远超过张飞 可无论是官位还是风绝 始终被压着一头 但他基本上没有任何怨言 这不得不说是刘备的人格魅力所在 刘备的人格魅力 不光是对于将领而言 他每次被人打败 都只剩下他一个光感思历 连七七孩子都丢了 但神奇的是 只要他能够安定下来 过了一阵子 被打散的士兵又陆陆续续地回到他的身边 这个特点对于刘备的东山再起 有很大的作用 招募兵勇是一项很大的开支 刘备又没有稳定的财政收入 兵力能快速回血 等于又续了一次名 很明显 刘备在当时的人看来 就是这样一个创业者 首先 他的名气不小 其次 他明显是一条道走到黑 不会中途放弃 再次 有牛人啃在他身上吓住 最后 这个人对手下确实很够意思 那么问题就来了 既然刘备将钟兵勇 又为什么老是打败仗呢 四佛系创业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刘备手下 关张照 家弥主 孙前 简庸的组合 从徐州开始成行 一直到夺取荆州四郡 中途除了多了一个诸葛亮之外 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为什么这十几年始终没有新鲜血液加入呢 先总结三国时代军阀的发家轨迹 先以武力控制一个地盘 再在这个地盘里招募军队 并以赴税养兵 同时寻找魔士武将 再通过战争抢占更大的地盘 一方面可以征收更多的赋税养更多的兵 另一方面也给手下的文臣 将无以更大的健身空间 还有更多的资本 广纳天下人才 势力扩张中 地 兵 将这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发展 少一个都不行 而这三者中 地盘又是一个先行条件 刘备的问题在于 起兵之初 三个人都缺乏军事经验 没有把稳定的根据地 看成头等大事 出兵太草率 先丢平原 再丢徐州 刘备的一次次失败 表面上看是兵力不足 其实不是没有募兵的能力 而是没有养兵的地盘和赋税来源 而兵力不足 又导致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人才的瓶颈 官 张 赵都市铁打低营盘 其他将领自然没有出头的机会 这也是创业失败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 困队的老人明显无法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 但苦于业务收入增长缓慢 不足以支持新鲜血液的加入 就很容易进入恶性循环 更重要的是 刘备还不是一个赏发分明的人 好好的徐州 上万人马 却因为张飞的一个低级失误 丢了 从此没了立足之地 张飞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却没有任何责罚 刘备宽容大度的性格 让他成为一个典型 佛系创业者打到哪儿算哪儿 被谁打败就投奔另一个人 最重要的是要罩着 兄弟们 有酒有肉一起吃喝 有苦有难一起顶着 直到那一天 刘备忽然发现 自己不知不觉间 已经是一个近50岁的中年肥肉男了 我为什么刘备是三国中最厉害的创业者 这一天 刘备正在陪刘表和一帮闲人胡吹天下大事 刘备大概多灌了几口黄汤 上厕所时发现大腿上长出了肥肉 才意识到自己好几年不骑马打仗了 而所谓的建功立业 答还没一点呢 不由悲从中来 痛哭一场 在佛系的人 也有被惊醒的一天 此时的刘备 终于要直面自己最大的弱点缺乏人才 尤其是谋士 这才有了三顾茅庐 请孔明出善 才有了龙中队的长期发展战略 更重要的是 在依附刘表的七年里 刘备跳出了地 应将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 在荆州埋下了无数暗线 等到赤壁之战曹操战败 刘备收获的不仅仅是荆州四郡 还有黄中 魏延 杨仪 蒋婉 费一等荆州系的核心班底 和元老派 一起成为日后夺取一周 汉中的重要资本 两个个人